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是小胖 今天你看 因为呢 今天是大年初二 对吧 今天大年初二呢 又是兔年 那我们就正好戴一个我白兔的帽子 给大家拜年 对对对 给大家拜年 新年好 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录播 可能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正月十五了 对对对 对吧 正月十五前都是年嘛 给大家拜个年 OK的 那大家知道呢 我们每次呢 会精选一些二手房 那今天呢 我们精选一个 我们就性价比特别高的 没错 然后呢 只要180万 对 占地有6000 大家看看我们后面的横截面很大 对 而且它是在最后一户 是端户 对 然后边上没有邻居 然后大家看这边全是那个草坪 在视频里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是的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房子 但是在这看房之前呢 最近出了一个特别令人就是惊讶的问题 就是在税务上 因为我们帮人报税嘛 是的 然后说了一个说 每次你买东西要交30%的消费税 对 然后您就不用交收入税了 没错 2023年开年之后呢 就出了很多奇葩这样的法案啊 就是在昨天 然后这个有一个议员呢 就向国会提出一个法案 100多页 还专业认真的准备了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收入税呢 就不要交了 大家就改一个税交就完了 就交一个税 叫消费税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买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买服务还是买产品 都加一个30%的税 然后呢 我的所有收入就不另外计算这个收入税了 这样的做法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其实就是国税局就省事了 因为目前呢 知道美国税法很复杂 所以它在审计的时候呢 在监督大家的时候呢 需要花很多人力进去 但是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 其实变相的是 争了普通民众的税 而真正富有的人 他那些资产呢 其实又不整税了 对吧 其实就这个法案很奇怪 就普通民众日常都要消费的 对啊 买个鸡蛋 那可是如果是富人买 买什么飞机买游艇的话 也争 那也争 但是一个富人 他最多也就买一个游艇 对吧 对对对 因为工薪节行最倒霉 因为工薪节层 又要养家 买房子 买这买那 那富人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那富人可以飞到国外去买啊 对啊 换简单一点说就是 目前的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呢 他实际的税率到不了30% 对 平均比如说一个 一个年收入10万的家庭的话 他综合税率估计也就是12%左右 没错 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税率一下加了30%的话 等于是加重了底层人民生活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只要一出 立刻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对 他就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怎么怎么样 没错 但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通过呢 我们认为大部分都不能通过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谈资 就是说在美国呢 税是很复杂的 那如果真的通过了 那估计生日品都卖不出去了 生日品都去欧洲买去了 可不是嘛 然后欧洲还能退税 这还会滋生很多现金交易的东西 没错 没错 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还回到房子 这个房子的基本性 先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就去看房子 这个房子呢 非常的大 3080尺 没错 然后呢 他有六个房间 四个卫生间 一楼呢 非常的大 他主要的亮点呢 是一楼他有三个卧室 对 这个在尔万很少见 没错 我们先去看一下 然后回来我们再说 走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独栋别墅呢 是位于尔湾中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是二手房 所以它的绿地面积非常的大 这个社区有很多的绿地面积 那这个房子又位于路的尽头 所以这个社区的公园和步道 都围绕着这个房子 显得非常的舒服 我们从前面一进来呢 就能来到会客厅跟餐厅 会客厅的面积不大 它其实跟家庭房是有一墙之隔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就会把这个墙打掉 让会客厅跟餐厅变成一个open space 那我们来看看餐厅 餐厅的位置特别的好 很好的采光 餐厅的旁边呢 有一个推拉门 直接可以通往后院 那厨房呢 跟餐厅都是一侧的 厨房的采光也特别的棒 有一扇窗是连通后院的 然后做饭的时候呢 也让自己心情非常的舒畅 那厨房的旁边 就是刚才我说的家庭房 其实它是跟一进门的会客厅 一墙之隔 我刚才也给过大家建议 如果是我买这个房子 我就把墙打掉 看完这些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 最有特点的部分 就是一楼 它有三个卧室 先来看看一楼最大的卧室 它是一个套房 带自己的卫生间跟淋浴 而且它的窗户是朝院子的 私密性非常的好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卫生间 一楼两个卧室呢 其实有一个 它们有衣橱 可以改成工作间 另外一个有衣橱的卧室 它的窗是朝向前院的 因为房子的位置的关系呢 所以它的私密性也特别的不错 这两个卧室呢 共用一个卫生间跟淋浴 最后再从餐厅的推拉门 来看看后花园 因为这个房子占地有6000尺 所以它的花园面积非常大 这个房子算是全新装修的 但是花园呢 是需要小小的改造的 看完一楼 我们上二楼来看一看 二楼一共有三个房间 一个主卧 两个次卧 主卧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主卧的窗很多 采光非常的好 最让我喜欢的是主卧 还可以隔出一个主卧的客厅 如果晚上两个人 在主卧的客厅里看看电视 也是非常惬意和享受的 主卧也是双洗手台 干湿分离的设计 也是全新装修 采用全部都用大理石贴面的墙和地砖 从主卧出来来看看两个次卧 两个次卧呢 是兄弟间 他们共用一个卫生间跟淋浴 但是两个次卧共用的是卫生间跟淋浴 他们的洗手台 是分别位于次卧的各个房间的 这样的设计呢 也很人性 那整个房子我们看完了 我们去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了 我们看完房子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先说吧 我首先呢 我就说一下这个房子亮点吧 第一呢就是一楼的房间多 对吧 客厅和这个厨房 用餐区域呢都分割很清楚 该有的区域都有 然后呢 它是一个端户 边上是一个大公园 后面是步道 私密性很好 然后呢院子也很大 占地6500尺 这个都是我买它的动力 我是觉得呢 这个房子特别适合 有老人的家庭住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楼有一个套间 除了套间以外 还有两个房间 但是我觉得它标的是不对 它说六房嘛 其实有一个房间不能算是卧室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closet 对 它是没有closet的 我会把那做成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 一楼是两个房间 比如说老人可以带孩子住一楼 然后主人呢可以住在二楼 然后但是或者客人来又可以住一楼 这个整个房子啊 我很喜欢 就是你说的在角落 有挨着公园 地有大 有平 然后最关键 它离超市走路只需五分钟 是的 它是距离了大华特别的近 对 我们就给大家精选了嘛 但是如果是我买的话呢 我会稍微改一下 你知道我怎么改吗 就是一楼 我会改一个办公区 就是因为出到外面景 非常好嘛 然后一个主卧 一个客人用的朋友来住 或者孩子住 那一楼你一进来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它一进门 跟我们身后的这个门 是一个穿堂扇 然后呢 我会怎么做呢 而且呢 它有会客间 有就是家庭间 对吧 然后它中间有个墙 对 我会把它打通 就开阔一些 变成一个open space 是的 其实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看它这一块是空的 餐厅这块空的 然后那块餐厅 我会把它给它 标准一个open space 那就很现代了 这个房子 对 那新鞋的房子都是嘛 餐厅客厅和厨房 都是一个大空间 对 然后这样的话 一自然就特别舒服 那这样的话 房子会不会涨价呀 这个房就会值钱呀 对 那二楼我会怎么改 二楼有三个房间 有两个共用卫生间 对 但是它共用卫生间和淋浴 但是洗手台 是放在两个房间里的 你发现没 没错 两个洗手台 对 其实这是实用的 是的 然后它主卧超级大在这边 主卧真的非常非常大 它的主卧 我觉得可以改出一个小客厅来 是可以 但是怎么改呢 我觉得要好好研究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潜力很大 而且生殖空间也不错 没错 也适合有老人住 对 我是觉得非常好 是的 我也是觉得 这个房子占地6500尺 在尔湾找一个6500尺的地 还真是不是太容易 没错 而且它又挨着步道 挨着这些公园 都特别的安静 如果你喜欢 可以尽快联系我们 而且它离那个湖又很近 走路都可以去 是的 我是觉得不错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可以我们带您看看房子 对 然后改造也行 不改造也行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是全新装修的 是的 但是它后院可能还要做些工作 对 它后院可能要做一下 因为老人可以种种菜啊什么的 就OK了 对吧 那好了 那大家如果都有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都可以跟我们留言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